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鮑 那好啦 我今天來做什麼呢 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Hugandise 出了兩種新的味道 就出了在七仔 八街那些地方都可以買 那這款是玫瑰荔枝盆... 什麼? 複盆子冰淇淋 很奇怪是什麼複盆子 我不太清楚 另外這款是摺骨木花 黑醋率冰淇淋 那在早前的時候就出現了一隻南瓜味和賣靈的 好像不知道是紫薯味還是香芋味 應該是紫薯味 那一隻我就買不到 這隻就是逛了很多次才叫到一盤那麼大 這隻真的很貴 這裡要40元 這個容量要40元 然後這裡大一點 這兩個要28元 也是貴啦 總之今天我們就來試味 三個打開它 哇 特別軟的 為什麼呢? 南瓜這個特別軟的 好像很快溶一樣 對了 那 紫薯味我真的逛了很多次很多次都找不到 這個真的剛好被我看到才買了它下來 那個買不到就沒辦法跟大家一起試了 好啦 但我試了第一個南瓜味 嘩 它很軟的 不知道是不是我放太久了 嘩… 嘩 嘩 逛には spirit 是ちょっと蟑選靈蟲 是南瓜 南瓜 真的沒有錯過南瓜味 它黏陪著味多從 嘩 南瓜味反而不夠味道 接下來渚棍木花、黑醋液 我是完全不知道 ikedalog läuft是甚麼味道 化碟是食物是甚麼味道 我是完全不知道甚麼味道 我沒有很清楚怎樣形容這個味道 它真的有淡淡的花香 味道不會很濃 嗯...是清香 但因為兩種味道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味道 所以我也不可以給它什麼評價 但我個人來說就覺得有一點化學的味道 我一般的這種味道 接下來就是玫瑰荔枝複盆子 我不知道複盆子是什麼 不過玫瑰荔枝我也知道是什麼 很淡啊 是不是我舌頭吃得多冷了所以沒有味道 它真的淡得我真的吃不到什麼味道 我決定要用點暖水浪浪口 我先試試看 拿完口之後的確是有一點味道出來了 其實它沒有什麼玫瑰味 也沒有什麼泥芝味 是有一種甜甜的味 也是很化學的 沒有特別香 沒有特別濃 我知道為什麼我剛剛那些沒有味道 因為它裡面有些地方是有顏色的 然後我剛剛料頭那幾口全部都是白色的 我想它是有顏色的地方都有味才會有味 真的沒有什麼玫瑰味又沒有什麼荔枝味 三杯總括來說我最喜歡吃它 整體來說吃下去是最舒服的 而且它很綿滑 三杯來說雖然它最少 但是它最值得是這麼貴 其他兩杯都... 三杯都很貴 我以後都不會再買吃了 如果這兩杯呢 我會選這杯 因為它最少有清淡的花香味 但是這個只有一點甜味 我真的完全... 吃不到花香味又吃不到荔枝味 那個盆子是什麼 我也不清楚是什麼 28元你覺得值不值呢 我就覺得28元 我不如給多一點錢去Hagen-Dazs那個店 買其他味更好 這兩隻真的沒什麼味 我覺得不值 可能傳統的味道更好吃 那好吧 今次的冰淇淋試吃就來到這裡了 老實說 這三隻味道 可能是我期望太高 我對這兩隻花味真的... 真的很失望 真的很失望 28元 28元 吃到一個麥當勞餐又可以了 它有沒有這麼淡而無味 又沒什麼特別 我還是覺得很失望 好啦不說那麼多了 我去說回他們落雪櫃了 好啦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要按個讚 Follow我的Instagram 還有Like我的Facebook page 還沒訂閱我的話 記得快點訂閱我啦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 Grand Sponsor Grand Sponsor Degg Degg We'll 送りしま We can shield F工 F工